那是第九次上课 所以第八次上课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爬取雅虎古事资料的其他类骨部分 当然你这地方延伸性其实还蛮多 上个礼拜主要就是我们本来爬一个 就水泥类骨 水泥类骨还有上市宫其他的 但因为他没有连续 他可能就是一二三好像就 好像就是五就跳到六了 然后六到七 然后后来好像中间八又没有 类似像这样子 而且好像指令又跳到三七了 所以他的顺序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 好像就是一到五十二这样连续 所以如果不是连续的话 那要用什么方式 可以取得非连续的网址 当然像前一题那个大乐透是有连续 连续的话比较简单 可是很多时候是没有连续 没有连续怎么办呢 那我前面讲过了 我想到的方法 可能还是去抓那个网页上面的超连续 所以其实就是第一部分还是要把那个网页那个区块 那个区块我一直强调 现在大部分都不用桌子 都会用UL 一味就项目清单 那项目清单里面的每一个就LI 那把那个LI里面的那个A的GAT 它的HREA 它超连续的话 那就可以把里面的所有类股把它抓回来 抓回来之后的话你就知道 里面到底有多少超连续 你就抓那个范围里面的所有超连续 这样应该就OK了 就把它全部抓回来 因为你把它塞到一个串列里面 然后再跑个回圈 分别把那个串列里面所有超连续 做取得资料的动作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把所有类股的资料 全部都抓回来 不过这个可能要练习 后续有些东西我大概就 我好像有把那个程式也把它放上去 除了上市之外还有上柜 还有其他的更多的 举凡说有关金融相关的资讯 其实在网路上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分析师跟以前的分析师不一样 以前分析师可能不太会需要用到爬虫 但是现在的分析师 如果你不会爬虫这项技术的话 那不得了 那有很多资料 你可能要做统计分析 你用以前的人工方式 应该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通常的话 还是要把这些东西都试着做做看 那除了用那个 上礼拜除了雅虎普世的这部分之外 我没有多讲一个 也就爬虫里面相对是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复杂 比较麻烦 但是相对是 就是遇到某一些状况的时候 是需要用到的 就是说 可以用那个Selenium 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主要的用途 就是帮我们怎么样呢 帮我们控制浏览器 这里的话我举例是去 去控制那个Chrome浏览器 这里你要控制它之前 要先装一个Driver 就是一个驱动 一个驱动 一个驱动的执行档 那个执行档我上面有一个连结 当然你要知道一下你的那个 Chrome浏览器的版本 在说明里面这边有了 那你要知道你的版本 不过它好像没有完全 完全百分之百MH 如果我们好像抓一个接近的 其实就可以WALK了 OK 那你就是抓到之后呢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Chrome浏览器的旁边 然后呢 它就会再利用Selenium 去控制那一个Driver 有没有 然后再去把这个Driver 去打开 那我们只要给它王子 然后并且告诉它说 要做什么动作 它就帮我们做完之后 那我们把做完之后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Source 原始码抓回来做解析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以前 可能没办法做到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那个抓那个什么呢 那个这个侧站 有一些像那个观测站上面的资料 那需要用点选清单 之后才会显示结果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假设你没有点 它就没有资料 那如果要点的话你要人工 那你就要发现啦 测站大概有几百个吧 OK 那每个县市又有个别的测站 要全程测站几百个 那每天如果资料都变更 你要重新抓取的话 那这个当然一定是 不太可能用人工的方式来做 所以这个当然理论上是需要有人 先帮你写一个爬虫的程式吧 那你每天爬完之后 最好直接就帮你存成一个ESEL档 那你直接打开就可以啦 OK 甚至 最好是直接寄到你的信箱就好 对啊 写一个爬虫 弄起来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每天收到一个资金 这样就有数据了 你就不用说用人工的方式 再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工作上面其实有蛮多地方 你可以想想看 现在应该会越来越多 因为很多的资料都会放在 诸如是网路上面某个档案 或者是某个网页 某个连结 某个云端的某个地方 那可能还是 有些还要输入账号密码 那如果输入账号密码 这个动作 以前用传统的爬虫 没办法爬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想说 你是不是应该用SLINIA来控制 让他什么 先登录账号密码 然后登录完之后 再可能跳到某个页面 然后输入某个执行的查询结果 然后把那个网页里面的资料给爬下来 有没有 那你在 甚至你后面还可以 接着在写对应的程式 写完之后呢 那你就得到结果了 甚至你可以呢 用那个Pandas做统计分析 再用MathPilot画图 马上看到 其实也许 最后也许 Email给你的 也许就是什么 一个 这个图档 或者报表 这样的话不就等于一串 全部都做完了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许 延伸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还蛮多的 那所以 有些可能没办法细讲 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细部的部分呢 请各位回去 再多多练习 那 上个礼拜是有讲到一题 就是证照考题 那各位可以看 云端白板上面 这个地方有没有 Python 3的这个截取分析证照 那因为呢 目前 TQC 它的官网上面提供的证照 目前好像有 几张 4张吧 TQC 这个官网大家应该不陌生 这前面我们练习抓 抓这个资料 那其实这边有个认证内容 认证科目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有这么多认证 OK 那其中的话 底下这边就有一个Python 大概在这个网页的中间一点点吧 然后呢 画面去给我切一下 它会比较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 假如啦 你如果对那个证照考试这部分有需求的话 比如说你将来希望说 你的履历上面也需要有一些证照 做一个佐证 你本身就有这个技能或专业的话 那口说无凭啦 即便你们上完这个课有结业证书 不过那结业证书不知道有没有效 我不知道 反正上面是有一个结业证书 那这个结业证书 表示说你上完课了 但是你上完课呢 是不是学到不知道 但如果说你假设你要真的 确定说你是除了学过之外 还学会了 而且参加考试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去参加这种考试啦 那这种考试哦 没有open book 也不能看云断白板 你更不要考试的时候 突然问正好老师 老师我可不可以上网 开网页 看查google 都不要 因为他考试的时候是把google 什么对外的连线都封锁了 他只提供给你你需要的连线而已 OK 然后 而且现场是 你要把答案写上去 不过这个考试我觉得 如果假设啦 他叫你从头写到尾 那真的是太困难了 所以他们后来改了一个比较简单 我是觉得有点太 好像又过了头了 因为他里面就是考填空题 OK 所以哦 我前面讲过啦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程式嘛 好像都给你 那你就要填在百分之十 而且那百分之十并不困难 所以如果你要通过这个正道考试 我是觉得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只是说你要知道他考什么 他不是要叫你从头写到尾 他是要叫你填空 所以你只要知道填什么东西 而且他基本上题目好像也没有改变吧 OK 所以你只要参加这个 那里面的话他就是 考试的内容项目 基本上就是 考试时间是九十分钟 那也就是说 考试题 那大概一题的话 基本上都给你大概二十来分钟吧 等于是大概二十二点五分钟平均啦 然后 试题 这有四大类 那四大类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考这些 第一类就是资料处理能力 其实主要是考你会不会处理 像Jason 档案格式 像XML 像CSV 对吧 然后好像还有一题是 那个SQL file 这个简单的资料库 等等的 这是第一类 所以其实我们有讲 考比较多 我印象中是Jason好像考对 他的CSV 这个我想前面我们讲蛮多的 那第二类的话 他其实就考那个网页 网页就HTML 就是我们前面才讲那些东西啦 而且甚至他的题目还反而更简单的 OK 就是网页里面你要找什么样的特征 把那个特征 利用那个什么 利用那个Find Find 不过 他考试里面 因为他有标准答案 所以可能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可能会有点不太适合 你还是要看他的答案 因为这个考试我觉得 比较不OK的地方就是说 他已经限制你一定要填什么答案 所以你如果有自己习惯的写法 在这边是不OK的 你不要说你考试的时候 把程式改成你习惯的写法 这样一定没办法得分 在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考试我觉得 好处啦 优点是说只有填空底 比较简单 但缺点是说 他已经限制你一定要填什么样的答案 好 这个可能注意一下 那第三个就是 那个就是资料分析能力 那其中的话就是有个NUMPA NUMPA的话就是数学相关的函数 OK 整一进阶的这个数学函数 另外的话就Panda 这Panda应该各位也不陌生 那Panda我们前面 好像有蛮多个例子 就是第一个啦 反正一定要变DataFrame 所以如果你没有变DataFrame的话 那后面基本上就不用做了 所以上礼拜有做一题嘛 先产生它的DataFrame至少有三个东西 index 有没有它的编号 然后colors 它的栏位名称 中间就是它的Data 有没有 它固定这个规则 所以你只要把DataFrame 变出来之后 再去取出资料 所以上个里面好像有没有 比如说取头两个 不过我改一个 本来是要改 抓尾巴Tail Tail刮斧2 那如果你要抓前两个就是Head2 那如果你要抓中间的话 你可以用几个方法 你可以用ILOC 它应该用是这样 或者是LOC 就可以抓中间的 如果你要抓中间 那怎么样抓中间 或者抓你指定的列 或者指定的欄 OK 它就考你这些啦 还有 你主要是抓资料 抓资料有点像是把资料取出来 有点像资料库里面的select 如果你们有 学过资料库概念的话 基本上就是SeqoLifa的select 查资料 另外它还考你什么 不会修改资料 比如说某一笔资料 它里面内容 分数要变更 那你要怎么样 告诉它说 哪一栏哪一列的哪个资料 我要变成什么结果 改成绩 改完之后呢 那再帮我重新列试出来 大概是考这些 所以这个的话 我叫Pandas 记得好像是301 还有303 305 好像就考Pandas 所以其实 这个的话也许可以拿来用 我是觉得 因为Pandas 需要知道的范围太广泛 尤其像Data Frame 那我也要给各位一个连结 那个连结就是官网的说明 哇那是一大堆 不过你暂时啦 有些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因为主要 把先需要 学会的先学 那最后的话就是第四类就是 资料 资料 资料视觉化能力 也就是说 把那个Data 变成一个图像画 就图啦 当然也许是折线图啦 圆形图啦 直条图这些的 那其中的话会用到 一个叫Mate Prime Lab的模组 OK 大概是这个 然后我给这个四大类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基本上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第三类 所以大概我们讲的顺序大概 今天还是会讲第三类 不过前面这两类 我想请客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自己先踩踩看 因为有点像是把前面的那个 学的东西综合进来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照那个考试规则啊 其实如果你把它当练习题 你就不一定啦 没关系你就把它当个题目 一个测验 来试着乱乱看 比如说呢 你们可以看那个第一类 第一类的101题吧 你可以看第一类的101好了 像这个的话呢 其实它主要是提供给我们一个Jason 档 那这个Jason 档 你们可以在哪边找到 在Ruid101这个 点Jason 你可以把它下载 OK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 它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Jason 的档案 那如果说它题目有这个了吧 然后 可是这个Jason 你如果把它开起来的话 按右键 那开的话 用什么开比较OK呢 其实你可以用Node Pay++ OK 这样开应该会 OK 比较清楚啦 不过你会把它开起来之后 哇 其实就像我们最早 有哈密一下吧 这个就是很多人 光看到这个都头晕的 里面的话当然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瓜糊 有没有 如果是中瓜糊的话 有没有 中瓜糊 那它就是一个串列 如果大瓜糊的话呢 那它就是字典 那我们要取哪些资料 你光看这些你就已经头晕了 不过 当然我前面有讲过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光看这些 你如果看得很头晕没关系 你只要做先记得一件事 Ctrl A C 然后把它贴到有一个叫 那个什么 Jason 什么Editor 一个 那个 云端的 这话根本有印象 那个 或者在前面找一下 或者你打一个Jason Jason Jason Editor 这个 Jason的Editor 我打错了 这边也有出现 然后这边就有个Online版本 那这个 Editor Online这个环境 其实我是觉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说 你根本不用管说到底 上面的这个 Jason的格式 因为以前早期我们是真的很认真分析 先找大瓜葫 有没有 然后找到他瓜葫头在哪边 尾巴在哪边 然后再去分析这个 大瓜葫头在哪边尾巴在哪边 不过光要分析这个 没有啦 有没有发现 这个Node配佳佳有个优点 就是说如果你假设 你游标放在 有没有 某一个前瓜葫有没有 那你的后瓜葫它会自己帮你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呢 它基本上应该是 在一个串列里面 放了一个 就是很多个字典 那这个字典里面呢 前面这个Key Key你可以当成是栏位名称 后面就是它的Value 所以它有Key Value 那里面到底有几个Key Value 总共我记得好像有二十几个 可是问题来了 以前你如果传统方式慢慢自己看 实在太累了 所以我现在的习惯 我这些先不要管 反正我就记得一个方法 就是Ctrl A Ctrl C 然后叫那个Josen Edit之后 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我把它不管 那贴的好处就是说 它就会自动帮我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 转换成 转换成Tree 这边有个Tree Tree的话就是帮我把它 把它变成类似一棵树状的物件 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 贴上之后 它马上变一个Tree 那你可以把它收折 前面这边有箭头 所以贴上之后 你就可以把Tree 改成Tree 那Tree的好处就是说 反正呢 它会自动呢 有点像一棵树 它就整整齐齐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Tree里面 它告诉你说 你可以收折嘛 它收起来的话呢 只看到最根部 有没有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树 我们先看根部 根部里面告诉我说 这里面有35个Item 也就是说它其实有点像35笔资料 有没有 就像Esser里面 39 39 39个Item 那你展开其中一个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是0到38 有没有 它编号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是会有一个中瓜符到中瓜符 所以它是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里面放什么呢 里面放的大瓜符 所以它里面放字典 那字典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你会发现这边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它的Key 有没有 所以它的第一栏 那总共有几栏呢 这边会显示出来有21栏 那21栏的话你就可以每一笔 所以其实一笔就是一列的意思 那只是说这个Jason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它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Key 都会不断出现 那跟我们以前在用Esser不太一 Esser是栏位名称一个就好了 但是Key的话呢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0 第一个是Value 第二个是UID 对不对 你看第二个0 还是Value还是UID 也就是它前面的那个什么Key 会重复21次的意思 所以这个Jason 我在想说 这个好像也不太OK 为什么它前面栏位名称一直重复 那所以我们要取的应该是后面的Value 所以我们要取的方法就是先把 这一个Tree 先抓回来 抓回来之后 再去解析它的Tree 总共会有39个 这个Tree有39个Tree 然后每个Tree就是一个字典 再把字典里面的 你要的栏位取出来 所以这一题 其实它基本上要考什么看一下 那题目就是 跟你讲说 我希望帮我找到 4题1 帮我找到这些总共21个栏位里面 那我不要这么多栏位 我只要从21个栏位里面 取出4个栏位就好了 那4个 第一个是Title 第二个是Show you need 第三个是Start date 第四个是End date 所以等于是21个栏位里面 取4个栏位就好了 那其他栏位不要 OK 所以其他栏位你可以不管它 那怎么做 你可以看 所以这个有没有 Title有没有 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可以看那个Edit里面 理论上应该是有几个 这个 所以你看 它的Title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不是Title后面这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它要取第一个 就取这个 这个是第一栏 里面的资料 第二栏是什么 Show you need 你这个有没有 就这个 应该是单位 参展单位 那第三个栏位是Start date 就这个 把这个日期 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抓过来 OK 而且各位可以找到 这个其实 这个资料 其实也是 开放资料里面的一个资料 它拿了开放资料哪来的 而且这真的是 可以提供讯息的 一个不错的资料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其实都告诉你说什么 哪个单位 它要在哪个地方展览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要很喜欢看展的话 比如说博物馆最近展什么 我不知道 没关系你可以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有一些最近展出的内容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边有一个Title You show you need 跟这个Start date 跟End date 那如果说我假设 我希望把这四个取回来就好了 然后并且怎么样 并且把 这四个把它绣出来 所以它真的 所以它希望 把它存成 什么呢 CSV 所以这一题 重点应该是第一个 解析Gibson 其中四个栏位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四个栏位 转存为一个CSV档 最后的话需要变UTF8 不过呢 如果把它存UTF8 如果假设在那个Bisail里面开会烂嘛 OK 不过它这个题目是这样要求的 那如果 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前面的部分 一二类 也许我是希望 细部我就不讲 不太特别讲了 可能我重点讲一下 那至于怎么做 也许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个好像前面 我们也做过蛮多类似的题目了 所以请各位也许可以 试试看 这个一二类的部分 第一类 第二类的话 在这边 题目在这里 其他的话我想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我们待会 再来看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针对 一到四类的题目 做一些解析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是两次上课 主要是来看这个证照的考试 重点会摆在第三跟第四类 其次的话就第一跟第二类 可能第一跟第二类 然后挑一些题目 我们来试做看看 那可能不会每题讲 但是呢 如果没讲到的 你有兴趣 或许你可以回去 再 试着做做看 如果你假设 做假 不困难 然后你又刚好 你又想说 如果会有 这个证照的话 对于你将来 有帮助 或者说你只是想要 纯粹 搜集那个证照 做一个 专场的话 那不妨你有时间 你就参加这个考试吧 OK 我觉得 倒也蛮有 至少就是说 他这个考试 你可能还是要花时间准备 然后 也确定说 你是有这方面专业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刚刚讲的部分